新生活 三个朋友中哪一个会成为她的知心爱人呢 抓住爱由凭借着热门电视剧双面女间谍Alias 走红影视界的美国女星珍妮佛·加娜主演 看惯了珍妮佛火辣性感的打女造型 再来看看她在这部喜剧中塑造的美国甜心形象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表演方面张力十足的好莱坞实力派女星 在这部先背后洗的影片中 珍妮佛·加娜是如何协调好背喜之间的情感呢 在这部影片中找到背剧跟喜剧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对我来说尤其困难 当然我知道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两种状况同时并存的时候 因此呢我就尽可能地诚实地去表现我当时的心境 争取对哪一边都不编不已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碰到既非常不幸 但是又非常好笑的局面 本片是好莱坞编剧才女苏珊娜·格兰特首次自编自导的电影 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名字不要紧 您应该熟悉永不妥协Aaron Brockovich 偷穿高跟鞋 对了 这些电影的剧本都是苏珊娜·格兰特撰写的 在这部影片中苏珊娜·格兰特通过不断被披露的秘密 而使事情的趋势在好坏之间摇摆 这正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 塞文施马 胭脂飞幅 好莱坞的华裔明星乌君梅最近喜上眉梢 不光因为他主演的电影《上海红美丽》已经杀青 乌君梅还有别的好事临门 现在就让美国文化统计者国福 陪我们一起去走访家住洛杉矶的乌君梅 各位观众 又到了好莱坞的颁奖季节 今年在加拿大相当于美国奥斯卡的金梅奖 华裔女演员乌君梅 以演出《衣服与火马》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乌君梅 恭喜你了 谢谢 谢谢 跟我们谈一下在这部电影里的角色是怎么样好吗 好的 这个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主理制片电影 这个电影讲述的是70年代的一个家庭 我演妈妈 我必须用广东话演出 这是第一次 当时必须就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练这些个台词 然后真的到了现场 情绪一来了以后 咚咚就卡在语言上 然后语言一对了 情绪又不对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帮你帮你帮我回首都还在顶着 其实还闹了不少的笑话 比如说把那个弟媳妇 弟妇说成了内裤 以目前后的欢笑和泪水丰富了乌君梅的人生 今天她要跟我们分享闯荡电影圈的心路历程 吴君梅的母亲是中国演员朱曼芳 开出妈妈是个演员 所以就是说从小这个就是对拍电影 这个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事情 然后她工作的环境等于是我的幼儿园 16岁开始入行 一直到末代皇帝里的皇妃角色 才帮她打开通往好莱坞的门户 很幸运的是这么十几年来 我的演艺生涯当中 能够和一些最好的导演合作 包括英国的Peter Greenaway Galina Way 美国的Oliver Stone 王颖 华裔的 然后是中国的香港的张婉婷 跟他们在一起学到学到很多东西 不过这段路并不平坦 我有的时候我会有一年没有拿到角色 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慌张 后来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 你坚持自己的这个电影的梦 你坚持住自己的一份自尊 《喜富慧》是我第一个用普通话演出的 一个好莱坞的电影 就觉得 哎呀这个演得真的是很舒服很爽 这是不一样的 参加宋家皇朝的演出 则是大胆的选择 原宋伟流卷真是胆大包天了 要是今天让我重新选择 我可能就真的是真的是没有胆量 在年轻的时候你要想我选得成熟 我怎么可以选得成熟 就是所以我才会去想接这些个 表示自己很聪明的 很自信的很勇敢的 能够做很多事情的这么一些女性角色 真的是年轻 其实宋美玲这个人物塑造的是非常失败的 当时我们的那个国内的一些制度 还是审验制度还是比现在要严格和不开放的多 因为可能是这18分钟的删掉 你觉得这宋美玲整个人物是没有站起来 演宋家皇朝是大胆 演枕编禁书则是革命了 审验制度对我的整个演艺生涯来说起到了一个革命性的作用 因为这牵涉到很多的裸体 但是导演很坚持 我现在其实回想起来我非常感激他的当时的坚持 因为他要不坚持我就肯定不演了 英国导演格林纳威 是乌菊梅的伯乐开阔了他的天地 我这不真走出去了 我还可以走 我没有任何的障碍了 这个演员一没障碍这个可能性就可大了 发挥啊什么的 我觉得一下子我退后了一步 海阔天空 写作本身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但它却是多么的珍贵 格林纳威的八幼二分之一个女人 破天荒的再度用乌菊梅挑大梁 开进当天 她劈头问乌菊梅是否能有所创新 这个对我来说当时立马就是个挑战 所以当时就是说从外形到里面 怎么一个和枕边景书 是隔开两个不同的一个人物 去年乌菊梅和夫婿奥斯卡 第一次携手导演制作了《上海红美丽》 我一直听朋友说就是 不能和自己的老伴共事 否则要砸家 上海红美丽为乌菊梅的事业和婚姻 带来什么冲击 我们将在下星期的美国万花筒为您分解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推出的是 底特律北美汽车展的第二部分 怪车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日产汽车公司推出的一辆概念车 怪异的造型 不对称的设计 完全颠覆了传统汽车设计的美学概念 而有乡车自然不能少了美女 北美汽车展上的美女可是风华绝代 马上我们就要带您去一宝眼福 好 以下就是美国万花筒记者刘恩明 来自底特律的报道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在07年北美车展上 首次展出了双门雅阁概念车 引起重视 因为这款概念车预示了将于今年秋天上市 08年全新雅阁的外貌 新的双门雅阁概念车 有着棱角分明的六边形水箱罩 三位一体的投射式车头灯 而长坡度的车顶 加上侧面底部的塑形车身 让整车呈现出强而有力的态势 车尾的四根排气管整合在网状的漫射器内 更加强了它跑车的味道 雅阁是本田汽车销售最好的车型 第八代雅阁将配备全新的六缸发动机 具有更大的马力以及更省油的特性 随着丰田加美以及本田雅阁相继推出新时代车款 通用在车展上 也展露了08年全新的中型轿车 雪佛兰美伊宝 新的美伊宝来势汹汹 它与刚赢得北美年度最佳轿车的土星Aura 有着相同的底盘 但却长出了六寸